哈喽大家好,我是冠雨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 Steven Adams的Victor Oladipo 呼唤球队的火箭灰熊交易案分析 根据Watch的消息 火箭和灰熊队今天早上达成了一笔交易 细节为火箭队送出Victor Oladipo的三张四轮签 灰熊队送出Steven Adams 可能这笔交易这么看下去 感觉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讲的 然而如果我们去深究这笔交易 甚至延伸讨论到球队后续的操作方向 这笔交易案将会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笔交易真的要做一个评价 双方都是短期内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利益 但这笔交易对于双方真的相当公平 虽然Steven Adams因为长年的膝盖伤失 导致最后一次出战NBA比赛 是有相隔一年的时间 但即使本期Steven Adams没有办法 为他们提供战力来去冲击季后赛 但火箭队线无尽这个操作 是符合他们球队未来的方向在做迈进 第一,火箭队今年的目标 仅是打进季后赛而已 换句话说 他们本期即使扫掉了Steven Adams所提供的战力 伤害相对于那些要增贯的球队真的小很多 而且他们还是用一个他们用不到的战力 来去换一个未来肯定能给球队做贡献的球员 实在想不到亏本的地方在哪里 毕竟Steven Adams较健康 他在进去所能提供的弧框能力 党才作为掩体的能力 响蓝板甚至近几年开始有的侧影能力 会是火箭队短期内能找来全联盟最好的替补中锋 更直观的讲法 火箭队未来的替补中锋 可以是别人球队的手法中锋 还真的蛮奢侈的 毕竟怎么样在受伤的前一个赛季 都还有生涯性高的11.5篮板 那么肯定有局面会想 这也是Steven Adams在受伤前所较出的表现 我们难保在伤愈复出回来以后 还能保有同等的能力 确实 这个担忧是很合理的 但Steven Adams相对让人比较放心的地方在于 他一向来都不会太过依赖身体素质在打球 他的篮板能力之所以这么强 第一归功于卡位仪式和技巧 第二在于强篮板的欲望和积极性 换句话说 我们看Steven Adams强篮板 很少看到他是跟别人拼弹跳能力抢下来的 而且Steven Adams的到来 在未来其实L Prince 相对也不需要再防守段那么辛苦 因为目前火箭队只要遇上身材较为强壮的进区球员 那么L Prince 占固就被迫需要上比平时多的时间 毕竟正宗就没有其余的选择 这一个如果大家去翻他本季的出赛记录 其实能看到像是对阵绝境队 七路人队 甚至胡人队等球队 他的散场时间都比一般时候来得多 而其余对上进去战力没有那么强大的球队 火箭队让他待在场上更大的原因是希望以他的身材优势 放他进去破坏力 所以这一点有望在Steven Adams能出场以后得到改善 而且Steven Adams所能提供的老将价值 以及作为L Prince 占固导师的好处 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讲些场上的 过去我们其实能看到每次Kelly O'Lenny的交易传闻一出现 火箭队一定会是其中一只 这很正常 因为火箭队目前的战术体系就是需要中锋有打高于撤影的能力 而Steven Adams如果之前有跟灰熊队的比赛 甚至提呼和雷霆队实际大家就能知道 他是有这一项能力的 可能撤影后更多是一较为容易预判的手低手顺下终结 但以替补中锋来讲也完全足以 更何况作为掩体的能力已经算是联盟顶尖的 不过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就能看出火箭队完全有可能在持续寻求替补中锋的解答 第一是Steven Adams所能在进攻端提供的有限 第二是他的合约将会在2025年休赛期跑完 当然 好的角度来诠释火箭队如果Steven Adams真的搭不起来 也就是一个赛季的事情而已 但比较悲观的层面 火箭队仅有使用Steven Adams一年的权限 所以持续性的寻求恶真中锋会是火箭队接下来几个赛季都有的工作 因为就算最好的情况Steven Adams合约到期以后继续留在阵中 火箭队中就还是需要第三名备用中锋 只是说这样的情况下 或许这个第三名备用中锋可以是透过选述阳城而培养出来 补强压力不会那么大 甚至本季如果火箭队再找来一名短期的替补中锋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Steven Adams也上不了场 而且讲到合约 其实能看到火箭队整体对于他们未来时间线的划分依旧非常清晰 因为主要轮替来看Steven Adams的合约是在2025年休赛期到期 Ferven Vlade的合约虽然2026年休赛期才到期 但25-26赛季是球队选项 等于是说火箭队2025年休赛期也可以直接放弃球队选项 让他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Rieland Brooks虽然合约要跑到2027年 但低检是合约想要操作调兵非难时 等于是说火箭队现如今所有的补强或是操盘 都在给年轻群人包含本季两个赛季的时间去成长 而一旦成长起来 火箭队可以完全将球队中心全速转移至年轻群人来去竞争 而如果成长幅度不如一期 那么这些老将要去留真宗也还有操作空间 属于近可攻退可锁的操盘 而且这一笔交易大家如果有印象 Victor Oladipo是火箭队用当时闹出场外风波的 Kevin Potter Jr.换来的 而现如今再次解压缩成Steven Adams 虽然额外贴了三张四轮签 但整体也不亏 凡这一火箭队所囤积的未来资产量来看 四轮签本就应该用于补强的操作上 至于灰熊队的部分 用一个瘦伤的Steven Adams的换来三张四轮签 就已经不予亏了 更何况其中还得到了本机合约即将到期的Victor Oladipo 这也是为什么各大媒体在报导交易时 都会说灰熊队得到心智空间上的操作弹性 进而才有灰熊队给未来布局的可能性 毕竟灰熊队本机真的是多载多难 先是Jan Moran的25场竞赛 回归以后 原理为灰熊队的战绩要开始起飞 结果Jan Moran又因为肩膀上是提前赛机报销 而且本机除了是扫掉了Steven Adams的Jan Moran 还有一个在上兵名单很久 估计都快被人遗忘的Brandon Clark依旧躺着 而真宗其余的主力球员 包括Marcus Mudd Desmond Bain都在本机遭遇了伤兵困扰 这么说比较直接 灰熊队本机除了Jan Moran Jackson Jr David Roddy和Za Williams本机是没有缺席超过10场比赛 其余的拳数都在遭遇长期的伤兵困扰 以至于名单目前都已经有21名不同球员分别为灰熊队出赛过 因此 C区排名第13也不足为期 虽然说距离副加赛也仅差约5场胜场数 但比起去拼本机的副加赛 我反倒觉得灰熊队放弃本机来去抽乐投签会是更合理的做法 有点像2-2-3赛季的独行侠 也是放弃了那年的季后赛 然后乐透去选到一个有潜力并且适合阵容的Derek Lively 灰熊队现在也不是没有打过季后赛 他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季后赛走远 所以透过选手在Jan Moran Jaren Jackson Jr.和Desmond Bain身边增添多一名年轻潜力 会是更合理的走向 比如防守不差 具备多元性的Ryan Dunn 或是有着于身高不服的运出和传出技巧Mathas Bezelis 甚至继续选择灰熊队近代比较喜欢的高球商权类型Ridge Shepard 都是潜在的方向 而且更别提这笔交易以后 下个赛季灰熊队将会有更多的心智空间和操盘灵活性 来去在休赛期做补强 而要我说 灰熊队所解放出来的心智空间 我会更希望他们往两个方向努力 第一个 当然就是找来明星彻移 或至少彻移的升级解答 当然 临近的交易大现象是老运队的DeAndre Hunter 甚至勇士队的Andre Wiggins 都可以去文文提前布局 又或是修赛期签下相对明确的人选 也就是要么找来DeMar DeRozan 再不然就是Gordon Hayward 因为如果我们把2020年修赛期市面上有的彻移人选来看 除了这两人以外 剩余多更偏功能单一的角色性出院 或许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 也就是万金游行的Seddy Osmond和Royce O'Neal 所以今年交易大现就算灰熊队 真的没有办法在本集拼战机 其实也会有一些动作来给后续的竞争之路做一些补强 因为很简单的一点 如果等到自由市场 那么所剩的人选不多 灰熊队将会相当被动 那如果这个新资空间不要往3号位补 也还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找来DeRozan Jackson Jr.前场的搭档 一样的 2024年修赛期市面上有的金区球员同样不多 算是比较适合灰熊队的 也就是之前被灰熊队送走的Jonas Valentinius而已 其余的说实话 用偏球队的替补中锋而非长期的所发解答 所以一样的 或许交易的管道会是灰熊队最快的补偿方法 比如和公牛队谈Nikola Vucevic But look at that Jack Laravia和一张手轮签包一包来换也不是不行 毕竟公牛队如果更偏重组阵容而非重建 这一个交易包会是更符合他们需求的 所以这笔交易 大家如果要试做是灰熊队给未来布局的第一步 完全没有问题 总的来说 这笔交易应该是最近几笔来看最为公平 且对于未来可俗性影响颇多的交易之一 好的 贤熊教育案的分析 整理的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对于这笔交易还有哪些想补充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了 去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的影片也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待